頭戴牛仔帽身穿皮外套 牛仔褲和馬靴 林青霞一身輕便裝扮 一個人自在地慢慢步出 香港機場周圍竟然 沒有人認出這位大明星 面對記者突然上前訪問 林青霞先是有些驚訝 但馬上露出笑容 親切回應 剛剛是不是在台灣 那個機場遇到那個停電 對你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很幸運 為什麼 因為我千年難逢機場停電 桃園機場8號一早無預警停電 林青霞搭乘的國泰CX469班機 也受到影響 比原定時間晚40分鐘 才抵達香港 本台記者在香港機場 獨家訪問到林青霞 有時候會發生一點 不一樣的事 這也是 延伸一部分 對啊 不可預測的事情也是有的嘛 女生一派輕鬆似乎大場面都見過 面對淘機停電很包容 認為人生有時發生一點不一樣的事 是很自然的 桃園機場停電 最少三個非香港的航班 出現延誤 部分延誤超過一小時 事實上林青霞 這次是睽違五年 再度在台北亮相 是為了出席滾滾紅塵 修復版的首映會 滾滾紅塵可以說是我 電影山崖的里程碑 我因為這座 拍了一百部戲 因為這部戲 得了唯一的一個金馬獎影后 滾滾紅塵修復版重登大螢幕 讓觀眾重溫經典 不過林青霞難得回台 翻崗時遇上機場大停電 可說是人生的劇本中 無法料到的橋段 記者綜合報導 早就在問覆ningen 喝 possibly 休息 會